年仅35岁的刘宋孝武帝刘骏在宫中病逝之后 刘骏16岁的太子刘子叶登基继位 刘子叶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做事是无法无天 这个刘子叶一上台就大开杀戒 最可怕的是,新皇帝刘子叶杀人从来不需要理由 更不需要罪名 如此一来,这朝中的官员是人人自卫 两位托孤的众臣柳元景严师伯,很不安心 这两位托孤众臣心想,照着小皇帝如此的搞法 迟早有一天,我们两位也会布了戴法兴的后臣 两位托孤众臣经过多次的商议,终于下了决心 既然这刘子叶是块烂泥扶不上墙 那就彻底把他拉下马,改立刘义公为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老将柳元景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多年的老战友 同为辅政大臣的沈庆之 沈庆之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 但是史书上记载了三件事 第一件,沈庆之和刘义公的关系并不好 第二件,沈庆之对严师伯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严师伯办事从来不和沈庆之商议 甚至严师伯还曾经对人说过这样的话 说这沈庆之不过是个武夫 怎么能参与朝廷的政事呢 史书上记载的第三件事 是沈庆之向刘子叶告发了柳元景等人的密谋 小皇帝刘子叶亲自带领着羽林军捉拿了刘义公 把刘义公及其四个儿子全部杀死 还极为残忍的把刘义公尸体肢解 甚至把眼珠子挑出来浸在密堂里 称之为鬼目纵 柳元景九掌兵权,府内有兵 弟弟柳书仁本来打算带着家兵反抗拒捕 但是柳元景却极力的劝阻 让他们放下武器从容就路 所以柳元景兄弟子侄是悉数被杀 严师伯也在同一时间被满门抄斩了 干掉了三位辅政大臣之后 刘子叶又赐死了 他早就怀恨在心的殷书仪之子 新安王刘子鸾 当时柳子鸾年仅十岁 临死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但愿下辈子不要再生在帝王家 柳子鸾的同母弟妹也都同时被杀 就连他们的母亲早已死去多时的殷书仪 也难掏厄运 殷书仪的坟墓被掘开 尸体则弃尸荒野 任凭野狗吞噬 对于自己的父亲 小皇帝刘子叶也完全没有好感 据说刘子叶有一次去太庙 在自己的曾祖父刘裕的画像之前 称赞刘裕 说此人是大英雄 生擒了好几个天子 而在自己的祖父刘一龙的画像之前 刘子叶评论说 此人也不赖 可惜是晚节不保 被儿子砍了脑袋 在自己的父亲刘骏的画像之前 刘子叶却指着自己的父亲大骂道 此人是个大色鬼 不择尊卑 骂完了还不解气 又说 此人是个酒扎逼 这画上的怎么不是呢 随后 刘子叶马上招来了画工 硬是将这画上的刘骏改成了酒扎笔 对于其他的宗室 刘子叶当然是更不客气 刘骏有个酒帝 叫刘厂 时任徐州刺史 刘骏在世之时 就不太喜欢自己这个弟弟 刘子叶继位之后 民间疯传 说他这酒疏流闯要造反 刘子叶听了之后 顿时是兴奋不已 刘子叶心说 太好了 自我继位以来 还没体验过戒严的滋味 这一下终于找到机会了 刘子叶当即下令内外戒严 亲自领兵渡江 就去讨伐刘厂 他这个酒疏流场是被逼无奈 于是传习文下达各州郡 打算起兵造反 没想到刘闯的习文发下去之后 竟然没一个部下响应 这刘闯也只好带着自己的爱妾 和数十名亲信北逃 投奔了北魏 北魏方面对于刘闯是颇为优待的 不仅封刘闯为丹阳王 还把公主嫁给了刘闯 不过对于自己的同胞姐弟 小皇帝刘子叶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刘子叶封自己同母的弟弟 豫章王刘子尚为尚书令 对于同母的姐姐 殷山公主刘楚玉 更是有求必应 这殷山公主的丈夫何吉 原本是出身于六朝名门 卢江和氏的贵家公子 驸马何吉的父亲 是刘骏时期的历部尚书和衍 何吉长得是非常的帅 但是即便如此 也满足不了山鹰公主 这一个男人就算再好看 天天在一起也觉得乏味了 于是山鹰公主就向自己的弟弟刘子叶提出 臣妾与陛下虽然男女有别 但都是先帝所生 为什么陛下有后宫加厉上万美女 而臣妾却只能有一个男人呢 这太不公平了 刘子月觉得自己的姐姐说的有道理 便马上赏赐给山鹰公主 三十个风格迥异的美男 有文弱书生 有俊朗男膜 也有粗犷的水管工 有的浑身健子肉 有的全身书卷气 也有身上冒傻气的 刘子叶还给这些男人 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面首 所谓面首 面是冒之美 首则是发之美 面首的意思就是美男子 从此以后 这面首就成了男宠的代名词 一下子有了三十个美男 山鹰公主是心花怒放 夜夜换新郎 天天度蜜月 度过了一段纵情自愈的快乐时光 但是没过多久 这位公主又不满足了 因为山鹰公主觉得 光有数量还不行 还要有质量 一百幅普通的画 都不如一幅顶级的名画 一百个普通美男 也不如一个顶级男神 在山鹰公主的心目之中 这位顶级男神 就是时任利部郎的楚渊 楚渊是当时留宋国内 享誉全国的名士 不仅仪表堂堂 而且是文质彬彬 风度翩翩 举手投足都洋溢着一种 无人可比的贵族旗帜 有这么一次 楚渊家中失火 火势极大 眼看着这火焰离他是越来越近 周边的其他人都惊慌失色 只有楚渊 依然是面不改色 镇定自若的叫来一辆轿子 缓缓的离去 此事传开之后 楚渊的名气就更大了 每逢楚渊参加朝会 都会有很多的外国使节 慕名而来 争抢着要赌楚渊的风采 山音公主对于楚渊的崇拜 更是五体投地 于是就向自己的弟弟刘子叶请求 派楚渊来侍奉自己 说起来这个楚渊 还是山音公主的姑父 因为楚渊的妻子 是宋文帝刘义龙的女儿南郡公主 但是在刘子叶和山音公主 这对姐弟的心目中 乱伦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 就好像这亡命之徒的心目中 法律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因此听了自己姐姐的话 小皇帝刘子叶马上就应允了 当即就招楚渊进宫 随即派人 把楚渊带入了一处装修豪华的卧室 这个楚渊是一头雾水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在卧室之内等待 夜色降临 华灯初上 一身性感打扮的山音公主 是推门而入 随后清解罗伤 一般来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 大概成年人都能猜得出 可惜这事实并非你猜想的那样 因为楚渊这个男人 有着非凡的定力 无论这山音公主 对她是如何的挑逗 怎样卖弄风情 如何施展十八般武艺 楚渊始终是不为所动 脸上一直是毫无表情 身体则也是毫无反应 山音公主浴火焚身 忍不住恼羞成怒的 对着楚渊讲 君虚染如己 何无丈夫意 意思是说 你这胡子刚硬的 跟己一样 为什么没有个男人的样子呢 楚渊此时 则义正言辞的回应道 我虽不敏 何敢守为乱嫁 意思是说 我虽然不聪明 但这样不合情理的事 我是万万不敢做的 就这样 转眼十天过去了 山音公主绞尽了脑细胞 累得是精疲力尽 却依然无法得手 终于彻底死心了 这楚渊才得以全身而退 正所谓 有其解必有其地 姐姐山音公主是这样 弟弟刘子叶 最中意的 也是她的长辈 山音公主看上的是 自己的姑父楚渊 而刘子叶看上的 则是自己的姑妈 宋文帝的第十个女儿 新菜公主刘英妹 刘子叶当即招刘英妹入宫 随后就把刘英妹 纳入了后宫 再也没放她回去 为了掩人耳目 刘子叶将姑妈改称谢贵贫 同时又杀了个宫女 冒充公主 送还给了刘英妹的丈夫 宁朔将军何迈 但是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怎么可能骗得了人呢 驸马爷何迈是怒不可遏 你不但侮辱了我的妻子 你还要侮辱我的智商 何迈这人向来是性情豪爽 敢作敢为 于是何迈就联络了一帮死士 打算趁着刘子叶出游之时 将其杀掉 改立孝武帝刘俊的第三个儿子 晋安王刘子勋为帝 但是由于律师不密 消息泄露 这何迈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被杀害了 下一次咱们接着说 刘子叶这些胡作非为的荒唐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